第32题,市面上贩售的充电电池大多以MAH表示电池的容量 其中MA为毫安培,H为小时 又图中的电池标示为2000毫安培小时 代表每颗电池能够连续一小时输出2000毫安培的电流 或者是连续两小时输出1000毫安培的电流 试问,图中每颗电池最多能提供的最大电能因为多少胶温 我们晓得毫安培的是电流的单位 而我们的小时是时间的单位 根据过去的定义I会等于T分之Q 所以Q就等于IT 所以我们的毫安培小时算出来的是我们的电量 那么要注意的事情是 我们的I的单位是安培 2000毫安培是2安培 另外的时间的单位是秒钟 那么一个小时,一小时有60分钟 一分钟有60秒 要记得要把它换成秒钟 而我们又晓得我们的电压的单位呢 V呢就等于Q分之1 所以呢1就等于V乘以Q 所以我们的电压乘以我们的电量呢 就会是我们的能量 那么这一题呢 我们上面所标示的是1.5伏特 那么我们有2000毫安培小时 所以这里是要2000毫安培 就是2安培的意思 那么 2安培的意思 那么它我们又是小时 一小时有60分钟 一分钟有60秒 所以这里是3乘以60乘以60 所以是3乘以3600 也就是10800交耳 所以我们的电池能够提供的电能的大小呢 是10800交耳 第三十二题问我们说 试问图中每颗电池能提供最大的电能 因为多少交耳 我们答案选择是 诸10800交耳